談電推動協和電廠改建 在意團體是反對填海破壞生態 談電也修正了開發範圍 推出3.0方案 機動市府是在昨天宣布 將廢止之前市府同意開發2.0方案的公文 時代力量的立委陳焦華 是舉行了協調會 在意團體就指出 如果環保署的環民會議 繼續排審案件的話 要提告圖利違法 推翻前任的決定 現在基隆市政府宣布 廢止同意四街開發函 對協和改建案 能否順利推動投下變數 為了減輕開發 對海域生態的衝擊 台電將填海區縮小 並且東移 卻反遭在地團體質疑 選址更不恰當 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指出 密間內容顯示 由第三方驗證的 基隆港水工模型試驗 與真實操船模擬報告 呈現3.0方案對航安存在風險 資料沒送到環保署 環評審查應終止 原定本週五舉行的環評延續會議 環保署以委員出席人數較少取消 上午在協調會環保署強調 東移3.0方案仍在整個開發範圍內 也指出基隆市政府不同意開發的決定 不影響程序進行 前任基隆市長的 內政部長林佑昌則強調 過去市府同意開發 不代表是核准開發 林佑昌指出 臺電在該範圍進行過水產動植物調查 顯示影響不大 而地方的開發同意含遭廢止 臺電無法接受 將依法提行政救濟 而環團呼籲爭議未解決 環保署若排省環評 就會提告公務員違法圖利 記者 林均美郭俊 林王新中 臺北報導